那些杀不死我的都会使我变得更强 8月29日 华为Mate60悄然上市 麒麟回归 无机在线 卫星电话 鸿蒙4.0操作系统 相信大家就算不关注手机配置 也会感到很欣慰 从2019年5月16日到今天 华为被美国列入制裁的尸体名单 一共1566天 我们不知道华为怎么熬过这段艰苦岁月 我们知道的是 04年海思半导体成立 19年鸿蒙系统发布 20年荣耀被迫剥离 21年发布会上出现一辆问界M5 20年绝处逢生发布Mate50 今天胡杨不死 麒麟不绝 华为Mate60欢迎回归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飞 最近过得怎么样 秋风萧瑟 红波涌起 就在刚刚Mate60发布之际 我们再来看看这台与 华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 挨头问界M5 车机对于一款车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当年很多人可是 奔着这款车机才下了订单呀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但在2023年的今天 问界M5的鸿蒙车机 是否还能扛打 再来看看 首先这款车机的功能区 分为三个部分 底部盗盔栏 快捷卡片 以及顶部下拉的通知栏 左下方设置的Home键 你会发现它的操作如机 基本和手机那一套非常香香 不同于别家的车机主界面 很多厂商更多考虑地 用车方便将导航作为界面的主背景 而鸿蒙车机则是选择了壁纸背景 除了原厂提供了多款精美壁纸外 还可以自行设定 另外还提供了两款非常牛叉的时光壁纸 壁纸上的山峰光照 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下拉控制中心 可以快速调节驾驶模式 包括后备箱 儿童锁 充电口 加油口 长按即可调整 整个UI的细节做得非常到位 各类相应的小动画应有尽有 另外就是它的底部道克兰 做得很简洁 基本上只有六个功能 快捷功能显示 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一排快捷卡片上 很清晰很直给 话说这不就是严格版的华为平板吗 再加上这 这 还说不是华为骑车 小一小一 关闭车窗 打开座椅通风 打开座椅按摩 播放音乐 导航去上海中心 好的 为你搞定了 选择地球阶段 华为骑车 不仅可以自定义换性词 而且还可以方眼下达操作指令 当然不是小杜啦 小一小一 我们还可以设置成小一缅唤醒 有那么一刻 我突然觉得比我的Siri还有高端些 今天天气怎么样 加定区今天小雨转起 现在小雨 出门要带伞哦 24度到30度 跟昨天差不多 挺热的 空气质量优质 我们继续领先 除此之外 全程流畅沟通 可见即可读 凡是界面上显示的功能 都可以通过小一来进行操作 而且 秒懂秒执行 就差 心有灵犀了 我问你 鸿蒙车机最重要的什么 是好看的壁纸 是聪明的小艺 不不不 如果你恰好还是一位华为手机用户 那么 一定要看 什么超级桌面 什么无缝流转 什么PC双屏协同 你通通都可以遵向 华为将鸿蒙在车机系统上 全部打通了 超级桌面功能 就是说车机上运行你手机上的APP 你可以在车机上登录自己的华为账号 接着在车机上就会 同步手机上可适配的所有软件 可以说 这就是车机上的一台华为手机 这点当然得益于华为强大的生态系统 哎不不不 这不是我账号 这不是我账号 你先通行超过50% 如果你手机放着歌 或者开着导航进入车内 车机端就会弹出一个体式 点击一下 就会自动浏览到车机上继续你的操作了 当我们进入车内时 就不用再去找线去连接车机 整个过程 非常的平常 就像我们吃饭顺手拿筷子一样的平常 连接华为手机后呢 双屏操作让我们更加方便 能够极大的减少返回上一步的动作 超级桌面下的APP 现在基本上已经做到全覆盖 而且无卡顿 不过呢 目前这些只对华为手机 及电脑用户开放 另外车机本身的应用功能 也丝毫不差的好吧 网云酷狗酷我 优酷芒谷视频 搜狐视频 绝对是够你用了 就连游戏也是一大堆 不怕你不用 就怕你无聊 不用互联华为手机 就已经秒杀一众新势力了 这次我是绝对听出来好赖了 华为音响绝对很华为 忘了说了 自从有了鸿蒙车机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把手机落在车上 传统车机就是一块大屏 包括导航音乐 最调节等技术功能 但华为这次转变逻辑 它无限接近于手机的使用模式 操作起来凌晨们的好吧 用这块屏幕 来连接我们的工作生活 也许在未来真的实现了 全程自动驾驶呢 我们的汽车又何必 只是一辆汽车呢 华为给到我们的 就是一套生态系统 给到我们的就是 未来无限的可能 也难怪小米开始造汽车 未来也开始造手机了 未来绝对是智能设备连接一切 当然也包括汽车 未来的汽车 绝不仅仅是四个轮子 加一个平板电脑了 鸿蒙承载的 绝不仅仅是 手机 平板 车机 智能家电这些 它承载的是 我们自己的坚韧与不屈 如今智能汽车 我们已经排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掌握话语圈 我们更要拿到 头等舱的入场圈 不管怎么说 我们所期待的那一天 终于来了 就算跌到谷底 也可以绝地反击 寒冬终会过去 黑夜之后 太阳照常升起 天哪 ereum 快点 那个 O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